范城城 范城城大家都知道 范城城是范冰冰的弟弟 范城城在今年的四个份参加偶像练习生 获得了总决赛第三名 并且作为男子组合NINEPRCNT的成员正式出道 范城城长得挺帅的 但他把头发烫了之后 做成了一个新型 显得格外可爱 他成功的萌到小粉丝了 吴亦凡 吴亦凡也是韩国SM的练习生 他是以EXO的组合成员出道 并且在其中担任队长 回播之后的吴亦凡 出演了自己的第一部电影 有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 并且担任男主角 他不仅唱歌好听 效果很棒 而且他的演技还不错 最不可思议的是他的锁骨 竟然像是一个新型的 胡歌想必大家都认识胡歌吧 胡歌在1982年出生 2015年他因为出演了仙侠剧《仙剑奇侠传》 在其中饰演了李逍遥 受到广大关注 但是在2006年 他却遇到了严重的车祸 2007年他复出 复出之后的他在2009年 主演了《仙剑奇侠传3》 如今的胡歌已经36岁了 但是他现在还是自己一个人 网友纷纷都为他着急 今日他一个人出行的时候 有网友遇到 胡歌露出他的发际线 网友发现这是一个新型 纷纷表示 胡歌你该找女朋友了 你的发型都在提醒你 恩亨大家都认识恩亨吧 他的本名叫杜宇奇 是杜江宇或思艳的儿子 恩亨大王的身上 也有拥有新型的标志光 他的新型是在他的耳朵上面 难怪我们的恩亨大王这么暖 刘宪华大家都认识刘宪华吗 他是加拿大极华裔流行乐员的男歌手 影视演员 主持人 他也是韩国男子组合 Super Junior M的成员 2008年 他以成人的身份正式出道 并且发行了单曲迷 2017年的时候 字幕志愿者 杨栅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